1995年的6月29日 一群心智障碍者的家长 集资成立了喜憨儿基金会 20年来 喜憨儿基金会致力于协助憨儿学习技能 让憨儿们能够从被服务者转为服务他人 得到自我的肯定 这样的宗旨获得了社会的支持与鼓励 新北市政府 由委托基金会成立了庇护工厂 来协助憨儿 有些东西真的就是要简化 就是有可能有一些量聚量杯 可能就是要做一些交代的辅具帮助他们 然后他们就会做 我来这边已经很久了 大概有八年左右 因为我之前是比较容易跟客人讲话 然后是慢慢习惯跟客人去聊天 因为我们二楼有一个幼稚园 所以其实很多人都会带小孩子来 所以我们都会跟小孩子打招呼啊 我觉得服务客人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我人生是过得蛮快乐的 人生是精彩的啊 觉得好开心耶 真的哦 对啊 对啊